第859章 果然是你 脸色皆是有着不小的变化 好片刻后 那墨天行方才笑呵呵的说道 原来是严肖先生 没想到连你也看穿了这英老怪的诡计啊 萧炎微微一笑 目光略有深意的看了墨天行一眼 还笑道 没想到墨宗主竟然也在这里 真是令在下意外呀 听得萧炎这番略有所指的话语 那墨天行脸色也是略微有些不太自然 身为举办拍卖会的庄稼 结果却是暗中对拍卖了物品的贵客下手 这般消息传出去 对辉煌宗来说可算不得什么好事情 虽说在这黑角域之中 最重要的东西是实力与足够大的拳头 可必要的诚信还是需要这一点的 不然的话 日后若是黑黄宗在举办拍卖会的话 还会有谁来参加了 没有人不担心 在花费了高昂的价格来将东西拍卖到手之后 却是被人强行夺走 到最后不仅东西没有得到 反而赔上了一条命 所以说如今见到萧炎的出现 那墨天行心中也是善过些许森寒杀意 若非是碍于忌惮萧炎身爬的小一仙的话 恐怕墨天行早就出手了 人家墨宗主啊 是舍不得那菩提话提闲 所以暗中做了手脚 然后想要再次暗中夺回来 真是好手段啊 鹰山老人目光在萧炎三人身上扫了扫 萧炎在以身白色衣裙的小一仙身上顿了一顿 怪笑道 鹰老怪 这个时候成口舌之力 对你可没什么好处 墨天行脸庞浮现一抹森然 缓缓地说道 墨宗主好大的口气 你尽管上来试试 即便老夫现在的状态 或许并非是你的对手 但想要将老夫击败 你也是得付出重伤的代价 那时候 鹰山老人冷笑一声 目光在萧炎三人身上扫了扫 话语之中意思不言而喻 袖袍中的拳头浑浑紧握 墨天行脸色也是略显阴沉 如今这局面的确有些不太好解决呀 若是无人发现这里倒还好 即便拼着重伤 将鹰山老人击杀便是 但如今又是来了萧炎 这三位同样实力不弱的人 他心中自然是明白 萧炎三人也是冲着那菩提话题先而来 若是他在与鹰山老人的战斗之中受了重伤 那结果就只能白白的便宜了 萧炎了 这种为他人做嫁衣的事情 墨天行可做不出来的 见到墨天行脸庞之上滑过的阴沉与迟疑 那鹰山老人嘴角冷笑更甚 萧炎三人的这一出现便是瞬间的将此局面打乱 这种时候 恐怕谁也不敢贸然出手 而这般状况对于他来说 确实有着不小的好处 只要给他一些时间 便是能够将那灵魂力量分身收回 而到时他也是能够再度的恢复巅峰状态 而凭借着他的手段 逃生应该不难 山丘之中 气氛便是如此的凝固了下来 即便是萧炎三人 也不敢轻易出手 毕竟墨天行与鹰山老人 可都不是省油的灯啊 两名斗宗强者 凭借着他们三人 应付起来 可是有着不小的难度 严肖先生 本宗有个主意 就在气氛凝固间 那墨天行却是突然 对着萧炎笑道 哦 墨宗强请说 萧炎脸旁 也是带着相当勇善的笑意 不过心中 对于这个宛如笑面虎的老家伙 却是相当之忌惮与戒备 想必严肖先生 是冲着菩提话题心而来的吧 墨天行问了一个 如废话一般的问题 群即笑眯眯的说道 这样 我们双方可以联手对付鹰山老人 若是从其手中得到了菩提话题嫌 我黑黄宗可以不要 但是 严肖先生 确得给我们一些补偿啊 如何 文言 萧炎一正 寻技四孝 非笑的道 补偿 破宗丹 和聪明人说话 就是轻松 墨天行笑着道 严肖先生觉得怎么样 萧炎眼眸微眯 目光与身旁的小一仙对视了眼 四十六有些异动的模样 别相信这个老家伙 你撞破了他的好事 他定然不会轻易放过你 而且 以他那贪婪的性子 你认为他会乐意将菩提话底先让给你吗 就在萧炎沉吟间 那银山老人却是冷笑道 咸造 墨天行脸色突然一沉 袖跑猛的一挥 一道仗取旁带的金色斗戚 自其袖中抱势而出 寻技 宛如一条金色蟒蛇一般 呲啦啦的滑合天空 对着那鹰山老人抱势而去 哼 见到墨天行动手 那鹰山老人也是冷哼了一声 干酷的手掌平探而出 寻技猛然一挥 面前空间顿时变得扭曲了起来 而那道金色斗戚匹链 也是重重的撞击在 那宛如石质一般的空间之上 在爆发起一道惊天响声时 也是双双负面 不过在负面的同时 那能量余波 也是令得这所小山丘 狠狠的颤抖了迹象 几块巨石从山峰上滚落而下 带起轰隆隆的巨象 严肖先生 请尽管放心 老夫可以向你保证 只要你能将破宗丹给我黑黄宗 那菩提话体贤 我们绝对不会沾手 怒然出手之后 那墨天行再度的将目光转向消炎 话语很是诚恳的说道 对于墨天行的提议 消炎表面之上似是谗言 然而其心中却是一片冷笑 在他看来 这鹰山老人与墨天行 都是狡诈的老狐狸 丝毫不可信 承诺保证对于他们而言 简直就跟放屁一样 毫无约束力 不过 虽然这墨天行 没有什么可信程度 但他这提议 也并非完全不可行 鹰山老人同样不是省油的灯 将他解决的话 一切都会变得容易与简单许多 至于事后 那菩提话体贤归水所有 则是后面的事了 就在消炎打算应诺之时 一道淡淡的声音 却突然的凭空响彻而起 莫宗主 若真是要合作联手的话 何必寻找他们 我摩颜谷不是更好的选择吗 听得这道声音 在场的人脸色皆是微微一变 玄机目光豁然一动 只见得那北方的天际 十几道流光闪躲而来 短短几个眨眼睛 便是出现在了小山丘的上空之上 那领先的人赫然便是那名神秘的灰袍人 在其身后 摩颜谷的方言大张楼等人 也是目楼冷笑地 看着在场的众人 摩颜谷的人 萧颜眉头紧皱地望着这一行人 喃喃道 这些家伙是如何发现这边的 这下事情可有些麻烦了 那鹰山老人也是一枚摩颜谷子出现 脸色略有些难看 这种时候出现的强者越多 对他便是越来越不妙 身怀菩提化体前 他便是所有人的目标 虽说他是斗宗强者 可在场的 与他等级相同的至少有着三人 一敌一上还好 可若是一敌三 怎么死的 怕都不知道 没想到连摩颜谷的诸位 也是看穿了英老怪的把戏 墨天行起初脸色也是略微一尘 不过旋即便是寒笑道 目光缓缓地停在摩颜谷众人之手的 那名神秘灰炮人身上笑着道 不知道这位是何方高人 据老夫所知 摩颜谷的谷主似乎正在避死关 应该并非是阁下吧 先生是我摩颜谷的贵客 莫宗主就未来我摩颜谷做客 所以自然是不知道 方言笑了笑 寻记略显森人的目光转向萧颜 笑着道 这位颜肖先生 哦 错了 似乎应该称你为萧门主吧 此刻的萧颜已经并未带戴上斗篷 因此那面貌也是显露了出来 所以如今这方言大长老 一瞧得便是知道了其身份 毕竟在摩颜谷上层中 不少人都是有着萧颜的画像 萧门主 文言倒是那末天行 以及一干黑黄宗的人惊恶了下来 呵呵呵 难道莫宗主不知道 这位颜肖先生 其实便是那萧门的门主 萧颜吗 当年他在黑角狱之中 可是风头一时无二啊 即便是那金银二老 都是被其挫败 方言笑眯眯的说道 听得方言所说 那莫天行等人的脸色 顿时有些精彩了起来 目光惊异的转向脸色平淡的萧颜 对于萧门这黑角狱的心润势力 他们也是颇为关注 而对于成立他的那位神秘门主 也是颇感兴趣 然而没想到 这位神秘的门主 居然便是面前这 看上去很年轻的颜肖 对于他们那些异样的目光 萧颜倒是直接无视 他的目光从一开始 便是紫紫的锁定在 那名灰袍人身上 如今格子近了 对方给予他的那种熟悉 与阴森之感 也是越来越浓郁 怎么 萧门主是否觉得有些熟悉呢 在萧颜目光的注视下 那灰袍之下 却传来一道满是杀意的森然笑声 听得这道有些熟悉的笑声 萧颜心头猛的一跳 一道念头如电光火石一般在心头上过 灰袍人森然笑声落下 手掌轻轻地握住灰袍 旋即缓缓掀开 灰袍先落 一张充斥着 森然与猙獰的脸庞赫然浮现 萧颜目光在那灰袍先落之时 漆黑眼瞳便是突然紧缩 果然是你 六十章 同门相见 出现在萧颜面前的那张脸庞 他并不陌生 因为当年正是他 亲手了结了他的性命 而此人正是要老的第一位弟子 萧颜的师兄 那位当初黑角域的丹黄 韩风 如今的韩风模样比起当年 要显得更加苍老一些 那对望着萧颜的眼瞳 充斥着森然与猙獰 当年若非是萧颜 他本可以继续在这黑角域称霸 但最后却是被萧颜彻底瓦解 不仅失去了炙手可热的地位 而且还落的灵魂肉体 分离得凄惨下场 若非是因为他掌控着海心眼这种异惑 并且最后极为机灵的找了个机会 将之供奉给魂殿的一位尊者 恐怕他的灵魂早就被魂殿拿去消化 哪还能活到现在 不过上号那位魂殿的尊狼 念在他主动将一伙奉送的份上 专门派人给他寻找了一具斗宗强者的躯体 生生的将对方灵魂打散 然后让他吞噬吸收 再占据对方身体 风才有了如今的这般实力 但这也仅仅只是权宜之计 这具身体顶多只能供他再活十几年而已 到时候肉体自动崩裂 而其灵魂也只能随着肉体的腐烂而消散 再没有逃生的机会 当然不管如何 那也只是十几年后的事情 能多活这么久 对于本就该成为养掉的韩风来说 已是极大的恩惠 而在这残余的日子之中 他对将他弄成这幅模样的消炎的怨度与杀意 已经是逐渐的高涨到了一个可怕的地步 因此这才刚刚出来 便是直奔黑脚玉 若非是因为中途得知了菩提化体贤的消息 恐怕他会直接先对消门动手 将其中的人杀得干干净净 以泄心头之恨 而所谓仇人相见 分外眼红 在这种预料不到的地方 韩风确实与消炎撞了个正着 这一刻 其心中杀意 几乎要宛如石子一般的喷发而出 那怨度争鸣的目光 死死的盯着消炎 对于韩风那般怨度的目光 消炎倒是并未表现出什么失态的情绪 心中在初始的婴儿过后 便逐渐的平缓而下 目光淡淡的扫了韩风一眼 冷笑道 哼 没想到你这叛徒竟然还能活下来 真是意外呀 这可是多亏了你呀 我的好师弟 韩风目光愿读 宁笑道 如果不是你 想必我也难以达到这般实力 这一次 我会把你的灵魂抽出来 然后让你尝尝 什么叫做生不如死 消炎目光默然 丝毫不被韩风的威胁所动 虽说如今的韩风的实力 不知为何暴涨到了这般地步 可现在的他 也并非是当年的 那依靠着暴涨实力 风在抵达斗王巅峰的年轻人 如今的消炎 已是一名货真价实的四星斗皇 这几年之中 斗宗强者他也见了不少 甚至交手不少 而在其手中陨落的斗宗强者 也并非是没有 因此 对于实力暴涨到斗宗的韩风 消炎并未有过太强的忌惮 真要贫杀起来 谁生谁死 还是未曾可料定的 你的体内没有了这个老家伙的气息 对了 我倒是忘记了 原来那个老家伙 已经落在魂殿手中了 怎么 他不是对你评价极高吗 他不是自以为你能保护住他吗 现在看来 那老不死的眼光 一如既往的瞎呀 见到消炎不动声色 那韩风却是诡异一笑 大笑道 碧绿色火焰猛然自消炎体内抱涌而出 可怕的高温瞬间便是弥漫了这片天际 下方那森林因为高温冒出了鸟鸟白烟 片刻后 终于是化为熊熊火焰席卷而出 碧绿火焰将消炎包裹而尽 他此刻的脸色异常猙獰 一对漆灰双毛被碧绿火焰充斥 看上去宛如两团绿油油的鬼火一般颇为恐怖 在那张猙獰脸庞上 一股从未有过的暴虐杀意宛如 洪荒猛兽一般的扑面而出 韩风的这番话 算是真真切切的 劈砍在了消炎最为柔软之处 药老在他面前被魂殿强行抓走 而他却是只能眼睁睁的看着 毫无能力拯救 那一种无力的感觉就犹如毒舌一般 不断的施咬着萧炎的内心 药老对他付出了无数的心血 这么多年的栽培 令得他从一个废物走到了如今的这般地步 对于药老 萧炎对他的感情几乎就能与其父亲相比 然而药老对其付出了这么多的心血 可最后的结果依然是为能逃脱魂殿的追捕 这种结果宛如一柄锋利的刀子 在萧炎心头狠狠地来回割动了一般 让这萧炎时时刻刻地处于自责之中 若是他的实力足够强大的话 药老便不会被抓 而其父亲也是能够被轻易救回 这一切的一切都不会发生 在这一刻在被寒风掀开心中血淋淋的伤疤之后 萧炎再一次知道了力量与实力对于他的重要性 而且心头对于力量的追逐 也是涌现一股几乎疯狂的狂热 有了力量便是能够从魂殿中救出父亲与药老 有了力量 他便是能够直接去寻找熏儿 无视他身后那可怕的背景 让他永远地在自己身旁 而萧炎的力量与常人不同 他的力量来源于浴火 想要强大 强大到连魂殿都是不怕的地步 那么便是要疯狂地吞噬易火 等此事结束了便寻找易火 水阻拦水死 一道低沉的咆哮在萧炎心头响起 旋即他猛然抬头 猙獰的目光直射向寒风 声音之中充斥着令人毛骨悚然的悚然杀意 寒风杂种 不守着你这个叛师无异的杂种 我萧炎事不为人 森然声音宛如从九幽之下传出 带着难以磨灭的执念 在这便天际徘徊 令得那磨炎鼓众人以及寒风 脸色皆是微微一变 在萧炎身旁 小一仙与紫言也是略微有些惊诧地望着萧炎 从认识到现在 他们从未见到过萧炎情绪如此暴动 显然 相前那韩风的话语 是真正的处在了他心头的伤疤之处 哼 师弟可真是有魄力 不过想杀我 就得看看你有没有那资格了 片刻后 韩风方才摇了摇头 冷笑道 他或许没有 不过我有 一道清冷声音缓缓响起 小一仙轻踏一步 灰紫色双眸 毫无情感地盯着韩风 略显苍白的牵手轻踏而出 其上一股诡异的灰色能量悄然萦绕 瞧得小一仙出声 韩风眉头顿时已皱 前者的实力 他自然是清楚 即便是现在的他 应付起来 也是颇为棘手 灯下 目光瞟了萧炎一眼 冷笑道 小师弟 你这女人缘 连师兄也佩服得紧呢 不过 你何时能依靠一下自己的力量 这般做法 可是有些丢了那老师的名声啊 萧炎目光猙獰地盯着韩风 片刻后布满猙獰的脸庞 却突兀地浮现一抹笑容 他轻声道 师兄 这般伎俩便不要实用了 虽说你如今已经是不人不鬼 可毕竟曾经也是黑脚玉的丹簧 所以便不要丢人了 萧炎这番近乎刻薄的话语 直接是令得韩风脸皮狠狠地跳了跳 深吸了一口气 压制下心头的暴怒 怒笑道 几年不见 口舌依然是如此刁钻 不知道你的实力 是不是也有这般长进 这个师兄来试试便是知道了 萧炎微微一笑 脸庞上的真宁 此刻也是缓缓平淡 但是那对漆黑毛子中 杀意确实不减反增 如今的萧炎 也算是有着诸多精力的人 自然是清楚 这种局面一旦是被激怒 对自己来说 可是没有丝毫的好处 望着韩风那与萧炎剑拔弩张的气氛 那墨天行也是正了一声 他倒是没想到 两人之间的恩怨 竟然到了这般地步 不过他也并未开口插话 心头反而是冷笑了一声 打吧打吧 最好打得两败俱伤 全部死了才好呢 这样的话 我不仅能够得到那破宗端 还能够顺利地将摩颜谷那诡异的灵魂吞噬之法也弄到手 山丘之中的鹰山老人眼中也得过一抹幸灾乐祸 这种场合对于他来说自然是最好 哼 你莫非还真以为凭借你们三个人便是能够对付我们 韩风冷笑一声 玄机慈笑道 他这边方言已经是半只脚踏悟了斗宗强者 再加上几名摩颜谷长老的配合 即便是与斗宗强者也是能一战 似是为了衬托寒风的紫化 其后的方言等摩颜谷长老也是极极的冷笑一声 雄火气息抱拥天际 联合之间声势颇为的震慑人心 他们若是不够 再加上了老夫如何 就在这摩颜谷众长老耍威风之时 一道苍老笑话声却是如雷鸣一般的从天际滚滚而来 随即一道山影如闪电一般的闪躲而来 几个呼吸间便是出现在了这边天空之上 如山红一般的磅礴气势抱涌而出 直接是向蒙烟谷的众长老气势给压制了下来 望着那闪现在天空之上的苍老人影 那寒风脸色立马的阴沉了下来